斗大的标题写着 100小时内摧毁了100辆坦克 乌克兰军队在东北部前线打了漂亮的一仗 反共6天灭掉俄军价值207亿台币的军备 复笔式杂志指出 他们甚至攻破了俄罗斯第四禁卫坦克分队 这是俄罗斯精英部队第一禁卫坦克部队的一部分 坦克部队目前正在撤出乌北 避免剩下的坦克受到攻击 但报道指出坦克部队受创影响到的恐怕不只是乌俄战争 英国国防部解释第一禁卫坦克部队的部署 是为了防御莫斯科以及领导对北约的反战行动 在2月乌俄战争开战之时 急投入基辅斩首行动 没想到才一个月就被迫撤退到哈尔科夫 元气都还没恢复 如今又遇到乌军大局反攻 俄军补给限及制空权被截断 组成第一禁卫坦克部队的第四禁卫坦克分队 以及第二禁卫步兵师 根本无法抵抗乌克兰的军团 俄军的精英部队恐怕要花上数年才能恢复战力 乌军还接收多辆完好的T80U坦克 得以整修并弃上乌军涂装重新回到战场 但美媒MSNBC分析 乌军千万不可被近期的战况蒙蔽 俄军恐怕会趁乌军松懈之时加强入侵行动 俄罗斯部分观察人士指出 莫斯科鹰派批评升浪舰长 俄罗斯总统普廷不只是丢不起这个脸 为了巩固政权恐怕会让战争升级 川普政府的国安顾问波顿也示警 俄罗斯发动核战的可能性远比过往还要高 美国必须把握普廷政局不稳的时刻 美媒提醒俄罗斯人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 一旦升级成全面动员战争 征召后备军人以及全国征兵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杨欧如正理报导